那无论是比亚迪堂 魏牌蓝三还是说理想的L728 那都让大家看到了插缓SUV的市场 那传奇呢它本身就有GS8是卖得比较好的 既然有这个底子为什么不做一台 插缓SUV给大家去选择占据一席之地呢 那在我身旁的传奇ES9旅行者呢 它的车厂是超过了5米哈 而且它的一个轴距呢是达到了2米92 那从轴距来看的话它其实是跟GS8是一样的哈 那么整个车的话也是提供到了多座位去给大家选择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确实是它很有GS8的一些影子 比如说这些零片式的一个中网的设计 不过说呢它的一个尺寸呢还有夸张性啊 是要更抢眼一些的 另外的话在LED的那个矩阵式的大灯 这些地方呢都是采用到了同款的设计 所以整个车头呢你会看到它是更有那种带一点野味的 而且是非常有那种肌肉感的 我问了一下男性的朋友哈 他们都觉得这样的一个车头看的呢是更有视觉冲击了 是更好看了一些 那么侧面呢其实就是换了一套轮毂的设计哈 看起来更加的简洁了一些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是给到了一个呃 PHEV的一个身份标识哈 尾部呢可以看到是给到了一个小书包的设计 那整个把车的一个风格哈 我觉得是更加的偏硬朗化了 然后在车灯的部分呢采用到的是 GS8的一个同款 另外呢大家可以看到从下方延伸出来的一个脱挂房车 也就是说这一台车型你除了在城市里面去驾乘以外 它还有更多的可能性了 那总结一下外观设计它相较于GS8呢肯定是换了一套设计的 那么GS8呢是明显要主打城市的一个路段行驶的状态 那么它呢相较来说的话 是融合了一些我觉得越野的成分在里面 然后更加的肌肉感一些 然后更适合那些大叔们去驾乘的 而且是既然叫旅行者嘛 也是更加的适合大家出行了 那现在呢我们坐到车内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车内的设计呢 是比较熟悉的那一套哈 所以呢你要把它看作是混动版的 GS8呢我觉得也没有毛病哈 不过说大家要知道它是叫1S9 那现在呢我们体验到的一个版本呢是六座版的 然后它第二排是给到了独立的座椅哈 不过说呢我们会发现它在第二排的时候 进到第三排是有一个地台的 然后会看起来有一点点突兀 我觉得因为之前嘛也跟大家去聊到 比如说像理想L9哈 它也是有个地台 那么你进第三排的时候就有可能会踢到 而且它这个高度我觉得比理想L9的高度 还要更高一些 那么如果说在未来的一个升级换代的时候呢 它能够去做一些优化 我相信会更好一些 当然了这一台车型它还没有上市哈 可能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ES9的一个动力系统了 因为它是给到了2.0T的混动专用发动机哈 那大家都知道了市面上同级的那些车型 基本上都是1.5T的对吧 所以它的一个动力呢肯定是更强劲了一些 那么在发布会上面呢 它也说到了它的一个综合续航能力是超过了1000公里的 所以你在续航方面肯定是没有焦虑了 另外它的纯电续航能力超过了100公里 偶尔的一个通勤代步呢 你还可以去做到零油耗出行 不过我有一个疑问哈 真的有必要卷到2.0T吗 其实1.5T的发动机呢 也基本上是够用了 你给到2.0T的话会不会动力过剩呢 我们参考一下之前的吉利辛瑞哈 它的一个发动机最开始也是给到了2.0T 但是大家还是会发现动力过剩了哈 其实1.5T呢也是比较香的 那作为后来者呢 传奇ES9哈 如果说它要去挑战比亚迪堂 要挑战卫排蓝山 我觉得一定要看它的一个价格 那相较于说的话 我觉得它的颜值是可以去挑战比亚迪堂的 但是它的一个尺寸上面呢 又比蓝山要微弱那么一点点哈 如果说它的一个售价能够控制在25万左右的话 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香的